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 有关维生素的研究 获得了三次诺贝尔生理学乎医学奖 三次诺贝尔化学奖 那么还有一次诺贝尔生理学乎医学奖 它的获得是与维生素相关的 那也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看到的 192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乎医学奖 是与维生素比1比2相关的 193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乎医学奖 是与维生素C相关的 194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乎医学奖 是与维生素K相关的 192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是与维生素D的研究相关的 193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是与维生素C、维生素A、维生素B2、维生素E相关的 193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是与维生素B2的研究相关的 那么193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乎医学奖 它主要是给予了这一个 有关恶性贫血的相关研究 后来发现恶性贫血的产生 主要是与维生素B12相关 那么这一个发现 我们也把它放在与维生素相关的诺贝尔奖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看 简单地介绍一下 首先一个我们就来看一看 维生素B1和B2的发现 是获得了192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会议学奖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的 那么就是荷兰的Eckman 因为维生素B1的研究 就是它是在印度尼西亚 发现了这一个食用粗米 这个时候可以治愈这个脚气病 也就是有关维生素B1的研究 那么还有就是英国的霍普金斯 因为维生素B2的研究 那么他们两个人 一个是因为B1 一个是因为B2的研究 是获得了192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会议学奖 那么霍普金斯还分离和提存了 我们这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这个氨基酸叫做色氨酸 这是霍普金斯分离和提存的 那么对于维生素B1 我们刚才讲了 缺少维生素B1主要是得脚气病 而维生素B2的缺乏会得什么病呢 主要是会得口角炎和舌炎 所以当我们缺乏维生素B2的时候 有些人会经常会出现 口角发炎或者舌头发炎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充 维生素B2了 那么实际上对于维生素B1的话 还有一些学者也做出来了 非常重要的贡献 尽管他们没有得诺贝尔奖 一个就是日本的一个学者 叫林木梅太郎 那么现在的科学史研究 就认为日本的林木梅太郎 是最早从米康中间提取维生素B1的 所以日本人对这个维生素B1 获得诺贝尔奖 而他们的学者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是很不满的 因为第一个提出维生素B1的 是一位日本的学者 也就是这位林木梅太郎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1910年 这一个林木梅太郎 1910年把它分离提存的 另外一个就是1912年 波兰的风客也从酵母中间 提取了维生素B1 那么相对于林木梅太郎来说的话 这个风客 尽管他没有得诺贝尔奖 但是他发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也就是维他命 所以我们把风客称之为维他命之负 所以大家提到维他命的话 都知道是风客提出来的 那么这个维他命 这个词给风客的奖赏 可能比诺贝尔的那个奖赏 知道的人还要多 那么193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会议奖 是给了谁呢 是给了圣乔治 那么圣乔治在1928年的时候 就从橘子和白菜中间分离出来一种六碳化合物 他就发现这种六碳化合物具有非常强烈的还原性 他把它称为挤糖腔酸 那么1932年的时候 他就指出来 这种挤糖腔酸就是抗坏血病的活性物质 所以他就把它命名为抗坏血酸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抗坏血酸就是维生素C 所以这个圣乔治 他是获得了193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会议学奖 他也被誉为维生素C之父 所以有的同学 可能不经常吃蔬菜 不经常吃水果的话 那么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 或者他生病到医院去拿药的时候 医生会给他开一些维生素C的片剂 那么你就要知道了 你在服用这个维生素片剂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一看咯 你这个药这个片剂是白颜色的 还是黄颜色的哦 如果你这个片剂是白颜色的 就说明它还没有被氧化 这个时候还是可以服用的 那么一旦维生素的这个片剂氧化以后 它就是黄颜色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服用它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了 因为它是一个有强烈还原性的物质 是吧 它很容易被氧化的 那么194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呢 是给了丹麦的达姆和美国的多一锡 那么他们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维生素K的研究 而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而我们知道 这个维生素K又可以分为维生素K1K2 植物可以产生维生素K1 这个维生素可以产生维生素K2 也就是我们人类肠道的维生素是可以产生维生素K的 那么维生素K与什么有关呢 与我们这个血液的生理性的凝结是有关系的 那么现在已经有改造的水溶性的维生素K 我们前面讲过 维生素K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K 那么我们经过一新的化学结构改造 现在已经有水溶性的维生素K了 那么192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是给了德国的温道师 温道师在研究固醇类物质的时候 就发现脉角固醇可被紫外线活化 那么被紫外线活化以后 他就进一步地发现 这个是可以产生维生素D的 也就发现了维生素D 所以他就获得了192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那么这种维生素的话呢 又称为骨化醇 它能够有效地防止 或者预防勾楼病的发生 我们等会儿要讲到的 维生素D 对于我们钙的吸收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插一句了 就是这个温道师 他出生一个很贫穷的工匠家庭 他小的时候 家里面就是一个工匠家庭 小的时候就在街上玩啊跑啊 结果有一次就被一个马车给撞了 结果这个马车上呢 就坐了一个贵妇人 那么这一个贵妇人的话呢 一看这个小孩挺聪明嘛 就支持他去上学 当然他把他撞了 心里也很抱歉嘛 后来就支助他去上学 那么温道师就在他的支助之下 一直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 后来他一直拿了 到后来拿了诺贝尔化学奖 所以在我们讲这个诺贝尔生理学 会议系讲史话里面 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获奖者 他们出生是各不一样的 有的人出生是很贫穷的 有些人出生 可能生下来就是出生在一个 非常好的家庭里面 但是后来他们都在自己的 专业领域上做出来了 杰出的贡献 获得了诺贝尔奖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维生素D缺乏 那么小孩子缺乏维生素D的话 就会得沟楼病 那么成人的话就会得骨软化症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有很多同学小的时候 家里面都会给你补钙 那么补钙的时候 同时要给你补另外一种东西 补什么东西呢 补维生素D 可能有些同学说 我没有补过维生素D 但是你回忆一下 或者你问一下你的父母 你小的时候补钙的时候 是不是同时也吃鱼干油 那么吃鱼干油 也就是补充维生素D 当然我们讲 维生素D还可以靠什么东西产生呢 我们自己也可以产生维生素D 就是靠多晒太阳 多晒太阳 这就是温导师发现的 皮肤经过紫外线造色以后 就可以使维生素D的前体 转换为有效的维生素D 当然我们从食物里面 多摄入奶 大盖 这个动物的内脏 以及鱼 这些食物 也可以补充维生素D 那么补充维生素D 是有利于我们对钙的吸收 那么一旦维生素D缺乏的话 小孩子就会得勾搁病 那么对于成人来说 当然你缺少维生素D 得勾搁病 到了成人来说的话 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会出现 就是当我们两腿并拢站的时候 你把膝盖和这个怀关节 这个地方并拢的时候 两个地方都可以并拢 正常人两个地方都可以并拢的 但是如果有勾搁病的话 也就是你缺少维生素D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就是当你这个 两个脚的怀关节 靠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膝关节靠不在一起 也就是我们讲的O型腿 或者说当你的膝关节 靠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膝盖靠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你的怀关节靠不在一起 这个时候就形成我们所谓的X型腿 那么这都是维生素D缺乏 那么193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是给了英国的哈沃茲 那么它是因为碳性化合物的 这样一个分子结构和维生素C的研究 还有一个呢 就是给了分享这一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还有一个人就是瑞士的卡勒 它是因为维生素A和核黄素 也就是维生素B2的研究 他们两个是分享了1937年的 诺贝尔化学奖 那么有关维生素C和维生素B2的功能 我们前面讲过了 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做介绍了 我们这个地方还讲一下子维生素A 那么维生素A我们讲缺乏的话呢 是会得夜盲症的 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的眼在暗的环境下 或者在晚上 我们人的眼行使视觉的时候 主要是靠我们视网膜上的视感细胞 我们视网膜上有两种感光细胞 一种叫视椎细胞 一种叫视感细胞 那么视感细胞主要是在暗的环境下 行使这个弱光环境下的一个感光患能作用 那么在这个感光患能作用 这个过程中间 一定是有一个视感细胞里面的四脂红值分解 这个四脂红值的产生 四脂红值分解 它主要是分解成四蛋白和四黄泉 但是这个四脂红值它在分解之前 是一定要有四黄泉和四蛋白合成四脂红值 形成四脂红值 这个时候四脂红值在弱光下感光分解 才能够产生一个所谓的感光患能机制 我们才能感受到这种弱光 那么一旦你缺少四黄泉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四脂红值的数量就会减少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 你在暗的环境下的这种视觉 那么什么东西可以形成四黄泉 也就是补充我们的四黄泉呢 就是维生素A 因此当你缺少维生素A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产生的四黄泉就会减少 四黄泉的减少就使得四黄泉和四蛋白 所形成的四脂红值减少 而四脂红值减少 就使得我们在弱光环境下 不能够有足够的四脂红值分解 产生一个感光患能的机制 因此我们就形成了夜盲症 当然这一机制的发现也获得了诺贝尔奖 它是获得了196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那么维生素B2的研究 还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这是奥地利的学者库恩 他是因为类胡萝卜素和核黄素 也就是维生素B2的研究 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那么比尔我们这个地方就不讲了 我们这个地方就介绍一下类胡萝卜素 所谓的类胡萝卜素 是一类天然色素的总称 它是一种天然色素 所以我们在秋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秋天的景色特别美 那个叶子会变黄 那么主要是叶子里边的叶绿素减少了 而叶子里边的类胡萝卜素的颜色效应呈现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形成了这个斑蓝多彩的秋叶 所以这是与这个叶子里边的类胡萝卜素有关的 193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会移学奖 是颁给了这三位学者 那么这三位学者获得诺贝尔生理学会移学奖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发现了甘质剂可以治疗贫血 也就是美国的麦洛特莫菲和灰泡 他们发现甘质剂就是用生的那个甘 动物的肝脏做的一些致剂 它能够治疗恶性贫血 这一个发现 特别是用生猪肝做的这个肝致剂 这个发现是获得了193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会议学奖 因为在当时的话恶性贫血是一种非常麻烦的病 那么怎么样治疗恶性贫血呢 后来发现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吃那个生猪肝 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饮食里边 我们也会有这样一种菜 过去食堂里边或者过去餐馆里边 经常会有一种叫爆炒猪肝 但是我们现在很少有人吃这个东西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肝脏是动物体内的一个化工厂 所以它里边会沉积很多毒素 包括一些不好的这样一些寄生虫或者微生物 那么这一些毒素的话 如果在你喷调的过程中间 你没有让它分解或者杀灭这些致病的微生物的话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传染 所以在现在的这个饮食科学里边 就是在现在我们喷调饮食过程中间 我们有两难的选择 你是选择卫生还是选择营养 假如说你要选择营养的话 这个时候有些东西的话 它的卫生的品质就会下降 但是你要选择卫生的话 你把这一个食物做得很熟很烂的话 那么它的营养的品质也会下降 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那么有意思的是 这个麦诺特就是1934年 诺贝尔生理学会训讲的获得 他的一个学生叫卡斯尔 卡斯尔后来发现 恶性贫血和缺体性贫血的原因 在发病机制上是不同的 因为恶性贫血产生的原因很多了 是吧 那么这个贫血它的种类很多了 恶性贫血与缺体性贫血 它产生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实验 他把七岁的牛肉 用健康人的胃液去浸泡 然后给那些恶性贫血的患者去口服 结果治疗了他的恶性贫血的疾病 所以卡斯尔就提出 健康人的胃液里面 它是存在着一种内因子 这种内因子 它可以和牛肉中间的另外一种 抗恶性贫血的外因子结合 内因子和外因子结合 就形成了一种有活性的造血物质 所以这种造血物质 就可以治疗 或者说使那个恶性贫血的贫血增长 得到改善 那么后来 这个卡斯尔证实了 内因子就是我们的胃壁细胞里面 分泌的一种胃粘蛋白 就是一种胃蛋白 而外因子就是古氨素 所谓的古氨素 就是维生素B12 所以有人说 真正揭示维生素B12奥密的是卡斯尔 而不是他的老师麦诺特 那么关于维生素 与维生素相关的诺贝尔奖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下一节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维生素发现相关的启示和思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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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